今天您不能不知道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数位五倍券开放民众线上登记 经过一周截至28号 累积了380万人绑定数位券 经济部加码的限量400万份 500块钱好识券 还剩将近20万份 不过相较于值本五倍券 晚三天起跑预约 现在已经有880万人登记 数位绑定的这个表现 似乎没有日期当中的理想 为此经济部长王美花就喊话了 好识券还有名额 也证实会是情况来演你加码机制 或者是玩鸟优惠 但是到底要加码多少 才能够让还没有做决定的民众 愿意来绑定呢 有人说至少要加码到1000块钱 网站卡卡卡数位五倍券 22号一开放绑定超火热 因为前400万名 有机会拿到经济部加码的好识券 没想到轮到值本券开放预约后 瞬间超车数位绑定 政绩部想办法再推一把 还有一些额分 那请大家多多的利用 看情形 来想一想加码的这个机制 或者是这个玩鸟的优惠 加码再加码 因为截至28号晚三天开放的值本券 已冲破880万 数位绑定好康400万份 500元好识券 却停在380万多人登记 怎么力推剩余20万份 10月8号前会有答案 还没绑定的民众觉得赚到了 我会 我当天是想要去抢那个好识券 不过还有玩鸟的话 我就会等玩鸟 但要让还没预约登记的民众 定情数位绑定 加码力道可能要够有诚意 好识券 我觉得有诱因 可是因为我真的觉得规定太复杂了 就想说算了 干涉券资本好了 1000的话应该会吸引比较大 而食品业者看来花钱行销之外 讲清楚好识券资讯可能比较实际 如果它的优惠能够再更提升的话 我想对于我们业者 或对于消费者的这个使用意愿 肯定是加成的 应该蛮多消费者不知道好识券 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运作方式 不论如何业者准备好 抢食振兴大饼 只是玩鸟优惠还没定案 消费者很担心 最后变成早买找罪售 玩买玩享受 接着张春丽和荣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